OK Good morning 好 來 非常感謝各位 這麼大的下雨天 還是努力不待的繼續學習 成功的路上不擁擠 因為堅持下去更多 OK 今天是我們第四堂課了 先看一下資料 先第31個字更非常簡單 叫FAC 居住有嗎 來 有人放進成一本了是不是 太厲害了 第一個字進行一下Factory 那除了這個字外呢 補充給各位 為什麼它跟作有關呢 來 請把這個 開下來一下 FAC FEC FIC FOC FUC 順順FYC 加F-C 那這個當然是可憐法則的母音代換的現象 那下面有三個字 先看一下Factory Factory 剛才那邊也有 因為工廠是製造生產產品的原因 第二個Special effect 對啦 Special effect 就是特效 再來第三個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說 來問一下 對啊 為什麼科幻小說跟作有關呢 作夢 作夢 唉唷 很好的解釋 OK 好 所以沒錯 作夢 在座的同學 如果你去做還沒簽到 簽到一下 好 因為我們慢慢的 之前是以所謂證取跟備取做分別 但慢慢的我們要從同學的出席率 來累積你的credit 比如說越長出席的同學 你就可以越先看 先卡前面的位置 那如果越沒有那麼長出席 你就擺後面一點 對 因為之後我們的場地不一定有路做位置 OK 好 所以科幻小說 沒錯 就是作夢嘛 所以就是人捏造編造出來的很好 唉唷 東南 剛才這個講的太棒了 所以我決定把它打進去 好 作夢 好 講到做夢 我又很有感觸啦 為什麼呢 唉唷 東南 你現在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對 或者這一輩子 這樣會不會太嚴重了一點 如果有朋友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給你一些時間思考 先講我 幾年前就沒有問過 他說Gary 你當老師這樣這麼久了 你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我說很簡單啊 就是辦一個五萬人的演講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 如果可以講一個五萬人演講 哇 此生已足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當老師嘛 你可以一次對五萬人講話 我覺得哇 很開心啊 其實國外 在國外其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為什麼 所以你看過那個Good TV Good TV他們在講道 有沒有 他們都住那個足球場在講道 欸 超厲害的 你要想像如果你對五萬人講話 Brian 腳會不會抖 就一個舞台上就你耶 然後就五萬人看著你 然後你到底要跟五萬人講什麼 是不是要去想 對不對 那這個夢呢 各位覺得好達成還是不好達成 就我個人來說 好達成嗎 真的嗎 你這麼看得起我 OK 好 我本來認為說 其實它是有一點挑戰的 因為你要有五萬人的場地 各位 你要多少工作人員 對 人家是不是要買票來聽你講 那你不買票 人家不見得去聽你講是不是 對 所以就在想 其實五萬人要怎麼達成 就現代科技的發達 我在前兩天 在回信上面 就被一萬人演講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我講了二十分鐘 我們三個主講者 一個人講二十分鐘 如果興趣的同學 我可以再把那個 有一個人在YouTube上面 我們可以再群組分享 所以你看 我前幾年的五萬人演講夢想 已經達成百分之二十 因為一萬人 因為它同時連播很多的群組 然後一萬人開設 那一萬人成功之後 下一步就是多少 兩萬人 兩萬人再下一步 所以經過四到五步之後 就會達成我五萬人演講的夢想 而且根本幾乎零成本 幾乎 所以現在科技的發達非常厲害 會做到我們根本以前 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這名字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OK 叫做做夢 所以Tona這個說得很好 我幫你多了這麼久 十遍你想到了沒有 我沒有什麼多大夢想 因為小夢想也可以 只是我想說 就是可以的話 再爸媽出國吧 出國旅遊 對 可是他們比較 不太願意出國旅遊 為什麼 因為語言的不同 有影照啊 出國真的不需要太複雜的英文啊 很多人都想太多了 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幾個簡單的字啊 我跟我老婆到東大門 南韓的東大門 首爾東大門 去Shopping 然後呢 大概就用四個字吧 四個單字拼 你就可以解決了 那意思嗎 不是 就是看到你要的衣服嗎 Color 好 顏色 有什麼顏色 然後他說 Pink White Yellow Black 什麼什麼都講顏色 Size 第二個字 尺寸 有什麼尺寸 XLS XS XLM XLS 等等 How many 幾件 就是你要幾件嘛 因為那是批發的地方 最後呢 How much 結束 是不是四個字 四個單字 四個并 就買完了 不過如果你要去東大門 有沒有人聽過東大門 沒有 有沒有人準備要去 東大門聽說 你要去嘛 那四個字是不是解決了 超簡單的 那如果你要去我給你一個 Mega 英文叫Tips 千萬不要打扮的 跟死觀光客一樣 就是說那邊是批發的場地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不歡迎觀光客 因為觀光客是散客 所以他們是希望去批發 批貨的人 那我跟我老婆就傻傻的 你知道嗎 他說那個東大門 我說OK好 我們就住那附近 然後呢就去啦 去啦我們就帶相機 因為我們是觀光客 脖子前面還掛相機 然後我們買的那個紀念品 什麼還掛在手上 然後就知道 因為那邊有幾棟大樓 集中一棟呢 我們就進去問店家 好就問 然後那個店家先不回答你的問題 他就看著你說Tris 觀光客嗎 然後我們兩個就傻傻說Yes 然後他說No 就不賣觀光客 然後這樣被拒絕了兩三家之後 發現苗頭不對 他為什麼都不賣我們呢 啊 我們是觀光客啦 人家是做批發的 於是呢 我們就找一個 沒有人注意到的角落 把家伙收一收 把身上的東西收一收 包起來 然後跟我老婆說 還好他有帶筆 因為他要做功課 女生去Shopping都會做功課 然後他會帶筆 然後說來給我一支筆 他說給我一張紙 隨便拿一張傳單 然後就拿一張紙 就把這一筆 這一筆 好然後我們觀光客的家伙 已經收起來了 接下來呢 我就拿這張紙 拿這支筆 就開始亂寫東西 亂寫 我在寫什麼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看一看一看 然後就寫 然後就寫 然後就說老婆說 現在開始 我們講台語 因為國語他們聽得懂 有很多華人去批貨 所以他們聽得懂國語 但是地方的方言 像台語 他就不見得聽得懂 好 除非他真的跟台語人做生意做很久 所以我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講台語 就這樣 然後於是呢 我們就從一樓搭手扶梯上的二樓 好那觀光客的東西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就拿一張紙在那邊寫寫寫寫寫寫寫 然後我會跟他講台語 然後就看一看 好像是買這張狀 好 好 欸又來了 所以剛才這四句話 第一句話什麼 color 第二句話什麼 size 第三句話 how many 第四句話 how much 買套衣服了 大家會有個困擾 前面兩個問題沒問題 到第三個問題 他會問你 你要買幾件 他就會跟你說 20 50 又P8嘛 20 糟糕 怎麼辦 他一直叫你買10件 20件 30件 因為他說你是買P8 教你一招 2 sample 什麼意思 先買兩件 樣品 對 所以就你先買一個white 一個black 先買兩件 2 black and white sample OK 喔 OK sample 這樣兩件嘛 所以如果你要去那邊買到便宜的 這種P8的 你一定要稍微 英文叫disguise 稍微偽裝一下 如果在大辣辣的觀光客區 沒有人會賣給你 好 那通常如果你是在真的東大門這邊的P8場 買衣服的話 大概都是幾百塊台幣 幾百塊 那個標價 就是大概3000塊到6000塊韓環 3000到6000韓環大概都台幣200塊左右 那才是真的東大門的P8場 那如果你到了那個幾萬塊 賣好幾萬塊韓環的那個賣衣服的店 那已經不是東大門的P8場 那是在東大門P8場隔壁 有一個類似百貨商場這種地方 所以那個已經不是P8了 好 那個有點像我們 我們以前的五分谷 其實是有點像東大門 但是五分谷最近一直在改變 有沒有注意到 它越來越多那個什麼鎮韓精品店 那裡面的東西根本不便宜啊 裡面的東西幾千塊的耶 那很貴的 好 看你要買哪一種 所以旅遊很簡單啊 可以去了 好 可以去了 好 所以 再聽一聲 3 3 3 OK 做夢 這講得很好 做夢 好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想要 對一萬人演講的同學 可以再問我怎麼對一萬人演講 或者你的那個金盤好友的產品 想要賣到中國大陸 沒有 因為我那個一萬人演講講完之後 就一堆人加我微信 為什麼 因為是裡面的傳達 好 在演講過程沒有賣任何東西 那因為他聽你講 而且我打的那個 我打的特色是台灣001號 因為目前還沒有台灣人上那個萬人平台講過 我是第一位 我說台灣001號 那根據我的學生回報 他去中國大陸上一些課 他說台灣基本上被中國大陸的人 當作一個外國的地方 國外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體制不同 很多不同 身分制不同 什麼都不同 香港不一樣 香港是特別自治區 台灣的話 基本上有點國外的感覺 所以他們會覺得 跟台灣人有接觸到 挺不錯的 那我接觸了幾個大陸的朋友 其實他們對台灣人的評價 普遍都還不錯 台灣人講話 特溫柔 好 不會像內地人大啦啦的 大啦的 吵死 通常我們是比較溫和一點 好 所以在念詞 所以鼓勵各位 如果你有什麼夢想的話 大膽去夢 叫Dare to dream 好 大膽去夢 很難講什麼時候會發生 真的 我也沒有想到我的五萬人的演講夢 在這麼快 短期內就發生了 一萬人 線上演講 而且幾乎零成本 所以現在科技發達 非常非常厲害 來 一句 They are factoring Factoring workers 很好 Workers 來 一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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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Workers 叫做 工人 很好 那先問叫做CO 來請問一下 Co-Worker Co-Worker IHM1X Co-Worker 同事 沒有錯 如果你要再延伸一下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第四堂課了 上課一個月了 所以我們開始來跟同學多一點互動 然後呢 還有這個延伸的單字也可以再多補充一些 所以沒來聽的同學 他自己要補課 好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 口語上的使用 或者是考試要用 其實都蠻重要 來 上面請問一下 College 右邊 College College也是 同事 又等於下面這個 Co-Worker Co-Worker OK 但Co-Worker是比較簡單的 還有一個再進階版 如果你要再進階 還有一個字叫 associate 好 那如果你不守 請用海詞 你用海詞打 Co-Worker 或者College 就會找到他的相關字 我來示範一下好了 海詞 通常有 Find It would be in your best interest to stay away from any intimate involvement with the client or co-worker 好你看 是不是出現了 在孩子的最下面 是會出現一個叫 淨反義字 淨反義字 那淨反義字 來請聽一下 College 剛才講那個字 associate 他本來是聯想 但這也是叫同事喔 比較高級的同事 什麼叫比較高級的同事呢 通常在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 他們說 這是我同事 他們比較不說 co-worker 比較不說 co-league 他們說 associate 用字的關係 就是比較高級 因為什麼 醫師 律師 會計師 所謂三師嘛 這是收入比較高組群的 那個 不同的group 那右上角已經叫 collaborator collaborator 上面workmate 所以都一定要善用這種工具 老師其實很早就告訴各位 好 再用這個工具幫你去找更多的群組 那不是說 有部分的同學會犯這樣的錯誤 那老師 這co-worker我早會拉這麼簡單 其實你沒有往下看 你再往下看 便有句子耶 請問你看這句子 難道你每個字都很熟嗎 我不相信 那就算你每個字很熟 請問你知道每個字的同意字 反義字混淆字 此類變化群組嗎 我不相信 為什麼我不相信 因為我教英文教了20年 我到現在每天都還在學啊 各位 你難道我教英文教20年嗎 我不相信 所以其實是學無止境的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觀念或態度 你會學到更多東西 就學了更容易融會貫通 所以善用工具跟方法提醒各位 好回來 所以這邊 來下面叫Factory Farm Factory Floor Factory Ship Factory Ship 所以為什麼 剛才老師要講那一段 因為我們每次上課的內容 其實看起來多還少 看起來很少 但是重點是 你會不會黏神 這才是真正的功夫 好 在我以前教20年的時候 常常一頁或兩頁課本內容 大概五句話 三句話 老師 麻煩你這一頁或這兩頁要教一個小時 然後老師就 菜鳥老師就說 什麼 這五句話要教一個小時 他五分鐘就教完了 然後小朋友 來我們念一次 This is a dog That is a cat We are happy together 好小朋友上完課了 怎麼辦 好 那有經驗的老師 他就會開始 玩遊戲 開始把單字抽出來 開始分組PK 開始劇情結構變化 開始找同學來造句練習 他有好多好多變化無窮的方式 去練習那五句話 結果一個小時過後 他們班的同學就全部熟悉這種句話 因為不管怎麼變 他都變過了 還是用問句的方式 還是指數句的方式等等 好 所以那就是功夫 功夫在這兒 功夫不是說我書面上 好 鼠上看到幾句話這樣 不是 功夫是你有沒有辦法去自己把它延伸出來 好 所以最重要的 好 所以下面三數二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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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上面的禮居 一起唸一下 Diploma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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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tudy 然後Diploma 跟這個學位證書有關 在英國念書 因為我在英國念書 他們碩士前面還有一個叫Diploma 叫碩士先修翻 不是碩士 但是有Diploma 有一個證書 OK 如果你是非本科系要念他們的碩士 他會說你先修個Diploma 其實他上的課跟碩士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可能比較多大學部課 就是非本科系 讓你進入另外一個科系的門檻 算你一次DipleMount 好 這個字要注意 因為這個字後來還會跟外交關有關 DipleMount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我們補充一下 在了解單字群組的時候 四個群組 這個是針對考試 考試聽力的部分 有數字的問題 槍掉的問題 單字騙語的問題 那單字騙語的問題 就有四個群組你應該要注意 分別是 同意字 反意字 詞來變化 混淆字 就是一個字你就要想這麼多 那你平常整理習慣的考試就很簡單 因為考試就考這些 反過來 平常如果你都不整理考試 就很痛苦 所以你自己決定 是平常稍微辛苦一點 還是考試很痛苦 好 就這個 OK 四個 那你可以把這個呢 不知道 還是 問平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後面幾個字母刪掉 來看一下 給你拍一下 所以字是死的還是活的 字是活的 字是活的 你看 除了證書之外還有什麼 外交官 外交的公文 證書持有人 等等這些 好 所以是不是就出現外交了 好 Dipelman 跟這個有關 跟這個有關 所以回來 這邊下面來請問一下 conferry conferry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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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有被的意思 來下面一個conference 好 conference跟這個會議有關 那 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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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帶來的意思 Fur Fur 代來的意思 下面一個conference call conference call 好像會簡稱叫concore concore 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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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叫什麼呢 叫帶來 Fur有這個相關的群組 來第一個意思叫confer confer 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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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er defer defer OK 所以研討 編號 參考 推論 延遲等等 真的 那如果要在更進階版上面好 好 更進階版 最後還有一個叫做 來進行一下suffer suffer叫遭受痛苦疾病沈默 s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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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下面 下面 下面上來的 來問一下 慧珍 來慧珍 下面上來的為什麼是痛苦 通常我們說上面是天堂 下面是地獄 所以下面上來一定是透苦 好 再來是suffer suffer 所以在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裡面 有這個四季女神 她的女兒就被冥王黑帝斯 綁架到地獄裡面 地府裡面當新娘 請問你如果被綁架到地獄裡面當新娘 你會開心嗎 一定不開心的嘛對不對 雖然屍穿不近 雖然有很多的骷髏頭在服侍你 但是你應該不開心嘛 因為整個陰沉沉的感覺 好 來這裡是suffer 於是呢 這個四季女神就很難過 因為女兒被綁架了 那很難過怎麼辦呢 四季就開始沒有了變化 就是春天順暢不生 所以一整年全部變成那個秋天跟冬天 那種很冷的季節 葫蘆頭長不出來 這時候宙斯第三代天神 就要出來做調停的動作 他說再這樣下去人會死慌慌 就古物都長不出來 所以這樣子 他派了那個Hermits 就是他的姓差 跑去跟冥王說 你這樣子給他綁架過來 搞得人間都沒有農作物了 叫做人死慌慌了 這個麻煩可大了 所以呢 宙斯說你得把這個新娘放回去 對不對 那冥王在把新娘放回去之前呢 就說 欸 既然宙斯這麼說了嘛 畢竟宙斯是老大嘛 他是管上面跟人間 冥王是管地府 他們還有一位哥哥叫波塞東 波塞東管什麼 管海洋 就是那個 小美人魚動畫裡面 拿三叉武器的那一位 那叫波塞東 那個就是他們兄弟 三兄弟 好 他說好吧 既然宙斯這麼說了嘛 那我就讓你回去 不過呢 請你接受我一點心意 好 就是吃一下我們這邊的果子這樣子 想不到不懷什麼好意 對 因為這個地獄的果子 一旦你吃了之後 據說你就會 一定要在某一定的期間 再回來這個地方就對了 可是果子蠻厲害的齁 蠻厲害的齁 蠻厲害的 他以為他神話故事 他說反正吃了之後呢 就定期要回來就對了齁 不回來會死這樣 結果呢 他就放他走了 放他走之後 四季女神三二女兒回來 開不開心 開心 於是開始有了春天 夏天 然後結果呢 到了秋天發現糟糕 女兒怎麼一定要回去地府 不然會死呢 這時候要不要讓他回去 要啊 所以他又回到地府去 當冥王的新娘 所以那時候就是秋天跟冬天 所以我們現在有春天跟夏天 就是四季女神的女兒 被釋放出來的時候 他心情很開心 所以有春天跟夏天 那我們現在有秋天跟冬天 就是他女兒要回冥王地府去了 所以他不開心 於是天氣就搞成這樣 好 就是四季的由來 跟著故事有關 所以當你聽懂了 喔 聽到這個老外講話 會不會更有文化一些 會嘛 Spring,Summer,Fall,Winter 你知道它的原因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嗎 跟神話故事有關 所以跟中國很多的傳說其實也是 那你有了這個概念 你再回來看這個字 來看你是Summer Frog Summer Frog Summer Frog 是不是下面來就是痛苦 很簡單 這樣就可以立刻延伸了 所以一切你聽過的故事 看過的電影影片 全部可以作為你記憶跟聯想的養分 好 只可惜大部分的人沒有怎麼做 好 所以這邊 我們再聽一次 comfort comfort refer refer infer infer ok 所以回來 請看 下面一個 33 又是這個女神喔 來自於像flower flower flower 來自於花仙子 這個字 這個字 最上有女神就叫這個名字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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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er flower 是蠻像的啊 所以下面來請 the dissatisfy the dissatisfy the dissatisfy customers parade in the florist ok 那ist代表什麼 代表人 對吧 所以可以叫什麼 花商 花店的員工 花農 都可以嘛 我們要叫花痴就好了 所以 花商 花店員工 花農 這裡是flora flora 真正在種那種高級的農作物 就是經濟農作物 就是譬如說蘭花這種 其實那個聽說如果會種的話很賺錢 這裡是flora florist florist 下面花的一些名字叫floristic flo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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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做一個相對的比較 他說叫flora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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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下面有沒有 有 你看喔 剛才我們上一段講的是 同義字 co-worker co-league associate 那現在你可以找什麼 反義字 反義字 反義 反義 剛才那個flora叫做植物區隙 比較 學術的說法 植物區隙 就是所有植物的總稱 我們中文有時候叫植皮 植皮 植皮 棉被的被 破音字 它叫植皮 就是所有的植物的總稱 那後來呢 這個字來接一下 風能 風能 風能叫什麼 動物區隙 動物區隙 就是所有動物的總稱 也就是動植物的總稱 超有趣的 一個叫flora 一個叫f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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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flora 這是很好玩的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練起來其實有點像 譬如說 請問 水跟土 可不可以覺得 順凱 順凱 水跟土 你覺得是相同的 還是不同的東西 水火木金土 水跟土 欸好像不同 對不對 但是很有趣 因為在英文當中呢 跟土有關的 有一個字 叫做農業 哪個字 agriculture 對不對 不少可以拍一下喔 拍一下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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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農業 agriculture 是櫻木 也就是英國人 土地度量單位 所以它是土 OK 那agriagri 後面culture 叫種植 所以在土上面種東西 像農業 超簡單喔 這裡是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剛才同學說 水跟土不同 對不對 可是呢 有一個字根 叫什麼 叫aqua aqua就是什麼 aqua就是水 aqua就是水 所以以前有一個樂團 叫做水叮噹 他們的成名曲 我們找一下 aqua AQQA 他們的成名曲叫做 bobby girl bobby girl bobby girl 好 關鍵字出現 來 再聽一次 I'm a body 來請一下 aqua 其實是 aqua 但是這個 團體行法 念成了aqua 其實就是水 水叮噹 上課時間有限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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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水 但是如果你來對照一下 A G RI 感覺像不像 超像的 所以詞原學裡面的說法是 這個 aqua的字根 是模仿 而agri 創造出來的 好 模仿 創造出來 所以它不一樣 但它模仿 所以 agri agri 是土 aqua aqua 是水 你要找很多水的單字 海池 你會越來越覺得海池是你被單字的好朋友 我剛才創造一個slogan 你被單字的海池好朋友 海池 好 所以第一個請你叫Aquarium 好 第三個 Aquarius Aquarius 特別特別是第四個 你們覺得好眼熟喔 剛才那個農業叫agri culture 它現在只要把agri換成aqua 就變水 那就變水產養殖 是不是超簡單 一個是在土裡面種東西 一個是在水裡面養東西 不用被養 所以不是要用被的 是要用聯想的 是要取足的 是要舉意反三的 所以這才是自分真正的本意 好 所以善用海池 這樣一早就很多出來了 那你就看過去啊 那你不需要一次背全部 來 請於 這邊哪一個 今天背哪一個新的單字 你就以前沒背過的 一個就好 水主管 水主管 好來請你叫Aquarium 好這個字又可以講喔 因為Aquarium R-I-U-M 通常I-U-M代表地方 所以各位想一想 國務館叫Museum 它代表一個地方 那前面那個MUS 又是什麼話故書 那個MUS 叫做謬思女神 有九位謬思女神 這九位謬思女神 是宙思的女兒 掌管智慧跟娛樂 所以他們飽讀詩書 如果以古代人的描述方式來說 除此之外呢 還琴棋書畫怎樣 樣樣精通 哇好有才華的 所以他們叫MUS 女神 智慧女神 娛樂女神 因為他們也會彈琴 所以後來MUS MUS 變成音樂哪個字 是不是你早就會了 後來變娛樂哪個字 AMUSEMENT 所以後來的遊樂園叫 AMUSEMENT PARK 原來就是謬思女神啊 就這麼簡單 音樂、娛樂、遊樂園 所以不需要背 你只要知道MUS就可以了 都可以到台詞來打 AMUSEMENT 命述詩、命述詩、命述詩 來看 所類不是 不要亂講 五面神明 命述詩 他在 命述詩在這 他怎麼不出來 還要大寫 神學事情發生了 因為以前有耶 MUSer 哎呦在這 奇怪 剛才怪怪的 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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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神話 MUS 所以有時候 那個資料庫怪怪的 因為他幾十萬的那個單字在裡面 難民有時候會怪怪的 所以你自己要試著找 那萬一啦 萬一 萬一 因為曾經發生過 老師 海詞今天有問題都查不出來 萬一 我們要Plan B 對吧 永遠有備用方案 所以萬一哪一天海詞不能用呢 我再給你另外一個 因為我測試了三、四十個專門網站 另外一個叫做 一吉邦 一吉邦是什麼呢 愛詞吧 欸 欸 等一下 欸太厲害了 海詞把他抓過來 哈哈 天超厲害 對不對 我打敵人的名字 然後海詞 把他怎樣 抓回來 不過第一個就不是了 叫做愛詞吧 愛詞吧 茶詞 在這兒 愛詞吧 是這個嗎 好 愛詞吧 是中國大陸另外一個網站 我確認一下是這個 好 然後他們的這種字典網站 其實非常棒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都會有什麼 文章 而且這些文章呢 是每天不停在更新 更厲害的是像海詞也有 你有下載那個海詞在app 同學去收 有嗎 請放下 如果你有設定你要學習的程度 他是如果每天送一篇文章 短文給你 強迫學習 自古成功 靠強迫 所以呢 他每天送一篇來 他每天送一篇來 你要完成任務啊 你今天任務是什麼 他每天都給你一個任務 就強迫要看 而且很多是新的實事的東西 雖然事情是實事 而單字都往19單字 那就會比較有趣一點 OK 好 所以這邊詞吧 不過這個詞吧好像台灣不能用 他只有限這個中國大陸用的 你看他還有口語的 所以他們這種字典網站 其實已經發展到非常厲害了 目前我還沒有看到台灣 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原因很簡單 為什麼 還有 市場規模 對 我們就 號稱台灣2000多萬人 但真正在學英文的各位都知道多少嗎 我真正願意付錢學英文的 250萬 大概250萬 哇你抓了好爽 大概2百萬 所以這個市場真的太小了 曾經我找過一個大陸的軟體 50塊人民幣 那個時候還是3點多不到4的時候 50塊人民幣大概就2百塊台幣吧 那時候 OK 然後有一個軟體 不誇張的講 它裡面呢可以從A比C 都有動畫喔 小朋友看的那種動畫喔 好 A比C 然後一直學學學學 它可以幾百本的電子書在那裡面 還有數位教材多媒體 但是那個版權先不要管 因為對岸就不管這個辦法 它就把它全部都在一起 然後大概等於3千本書的內容量 它賣50塊人民幣 你可以從A比C學到托福亞斯等級的程度 也就是從100個單字學到2萬個單字 所有教材都有 賣50塊人民幣 然後再看簡體的 我就寫信給那個作家人說 欸 你要不要做一下繁體啊 說不定台灣有人需要 他說沒空 來 回答很直接 好 沒空 就這樣好 好 我了解了 這個要用就用繁體版 不要用 好 因為他 他畫那個功夫去做一個繁體版 根本不值得 因為沒有那個被子 被子不夠大 來 再來一次 Muse Muse 就這樣 應該光每天不斷的更新繁體版 就更新不完了 好 所以植物區隙動物區隙 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先把這個第四個看一下 待會休息十分鐘 來進行一下 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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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流動有關 跟流動有關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流 Flu 在這兒 流 那流其實跟什麼有關 跟吹有關 所以最近流感很流行 來進行一下 Flu Flu 然後流動 一進行一下 Flu 然後淹水呢 Flu 很簡單 然後流血呢 Flu Flu 誒 這個是名詞 如果是動詞的話 叫Bleed 所以E是動詞 OO是名詞 基本原則 舉例來說 食物叫什麼 Flu Flu 為人家吃東西叫什麼 Feed 所以F-E-D-F-O-O-D E是動詞 OO是名詞 這一樣是它的概念 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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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那你會發現它出現在兩種流 一種流 一種流叫Blow 氣流 一種流叫Flu 水流 所以淹水 來進行一下Flu 好 有一個台風叫賀伯台風 有聽過嗎 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住哪裡 台灣 台灣的 台北 台北的 台北的 板橋中河嗎 板橋 那應該印加很深刻啊 因為賀伯的時候 板橋就淹大水啊 我不在 我在成功里 但是呢 有聽說 淹到快一層樓高 我那時候住中正路 板橋中正路 那各位如果你知道 板橋中正路 往那個新莊方向 有一座橋叫 新海橋 新海橋旁邊有一個 第三殯儀館 第三殯儀館 旁邊一條路叫長江路 哇這叫名字取得很好 叫什麼路 長江路 所以一定會淹水吧 長江路 然後呢 長江路上面 很多幫人家辦後世的 這個 這個 李儀師 的這個公司在那邊 聽說 聽說 因為那一次又有那個 四遍頭馬達發生問題 後來有弊案嘛 就是那個 馬達發生問題 閘門沒有關 閘門沒有關 所以水都淹進來 所以整條中正路 就變成長江黃河的感覺 那長江路很多是這種 棺材墊 那棺材墊 那棺材就飄出來 在中正路上飄 對 有沒有蓋子 我不知道 那就是棺材在路上飄 真的聽說是這樣 然後還有鴨子 鴨子從外面 游進來 然後就跟著棺材在路上飄 超誇張的 那我就成功寧 那我是 我乾爹去救我下來 怎麼說救我下來 因為颱風天 照理講是不可以下山的 因為成功有點心訓嘛 但是因為我剛好那時候要考什麼 轉學考 轉學考 我要去政大考轉學考 然後呢 本來班長不放人 這個叫沒有關係怎樣 有關係 有了關係就 沒關係 我本來跟班長說 爸爸班長 跟一點電影一樣 爸爸長 那個 我因為幾月幾號要考轉學考 所以要請下 回台北試試看 不準 你剛好 來 這個 心訓還是考轉學考 就罵我一堆就對了 說好 是 好 好 就離開 結果 隔天一大早 因為我乾爹 我不知道 我後來就跟我乾爹講 我班長說不存請講 然後我乾爹就去處理了 處理了之後 隔天一大早八點 班長大喊 什麼什麼 洞洞洞洞幾號啊 他們喊編號 他們喊編號 他們喊名字 洞洞洞幾號 過來 報到 過來電話就報到 接電話 接電話 然後就一個長官打來的 聽說是副營長還是營長 班長 白長 聯長 營長 然後副營長 還有一個什麼什麼 軍團團長 就類似這樣 所以已經到了第一第二老大的位置 打電話過來 然後呢 班長說趕快接電話 我說接電話 我說是 是 長官 裡面長官就說 欸是 什麼什麼同學嗎 我說是 聽說你要請假去考這個轉學考 是 好 沒關係我剛才都跟班長講過了 班長會幫你處理 是 練長官 好好 靠這樣 好 另外呢 班長 還不敢去搜一搜 你看 好 為什麼 上面長官打電話來 長官打電話來 很簡單 這個學員這麼用功 要考轉學考 是不是 努力向上要考試 你為什麼不放人呢 對不對 怎麼可以不放人呢 所以一定要放啊 對 他還沒丟臉 我有考上政大 真的有考上 就是賀國台風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乾爹怎麼弄的 聽說 聽說啦 聽說他有親戚在當將軍 所以他一聽到那個 他班長不放我之後 他就火大了 他們都不要打給他親戚 一聽就火大 我這個 乾兒子要下來考試 你不然我乾兒子下來考試 開玩笑 我鬧到你們贏部去 一從電話打過去 然後你就打 打電話下來 我就被放下來了 就這樣 沒有關係 吵關係 真的 華人就是這樣 不是台灣人 是華人 普遍就是這樣 我們本來想說不要驚痛 我們就好好的下來考試就好 但沒辦法 他就是這樣 再來一次 blow blow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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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也是 我朋友 不是我 是我朋友 所以我們是盡量最好不要用這種方式 但萬一逼不得已只好嘛 對不對 我朋友呢在台北 因為現在有十萬流浪教室 你知道嗎 學校越來越少 老師越來越多 所以外面一堆流浪教室 他去考學校 然後呢 都一直考不上 他其實也很優秀 他還念那個國外的碩士 英文的碩士 那他就一直考不上 台北講 很多什麼 很多內定 認識的先處理好了 所以你再去考也沒用 他現在很慘 就是說沒有什麼聯合招生 老師沒有 他們老師要一間一間去考 這一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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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考 光那個報名費 如果一間就要幾千塊幾百塊 一間考個時間下來 就是一個成分 還不見得考不上 然後來呢 他爸爸 就看他這麼辛苦 一個女生 還沒這樣啊 你要回去南部 加一年嗎 就這樣 他跟我講 他爸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反正你台北考半年考不上 好 那麼競爭 你回南部教啦 他說爸 回南部教就有嗎 他爸就把手機拿起來 他爸就把手機拿起來 要後面看 我們女兒 在台北 是沒考慮 你們不知道 有辦法 給他一個英文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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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完了 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 就下去教了 然後教了一年之後呢 教了一年之後 他這一年呢 非常勤勞的幫大家 跑腿啊 做一些打雜的事啊 倒茶啊 掃地啊 什麼都做 你反正菜鳥 他爸說你去 你就比較不爛 什麼事情你去做 就這樣 結果呢 一直被記家講 一直被記家講 記到最後呢 聽說體系 公園體系裡面 老師也算辦公園體系 裡面有一個就是 你家講達到一定的數量 你可以請調 請調 任何有缺的單位 你想去的話 請調 所以他去了南部一年 然後就請教回台北 這個是十年前的事 所以他已經一直在那邊 做到現在 就這樣 還滿開心的 好 OK 他講這個不是要你去找關係 所以有時候 你要認清事實 有時候不是你的能力的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認識人的問題 就這樣 所以你要自己看狀況判斷 那當然如果你多認識一點人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因為多一個朋友 不要多一個敵人 為什麼人家說 人脈就是錯 我博士班教授說 不是錢脈 然後我說 是什麼 他說命脈 沒人脈就沒命了 對 我這次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有萬人直播演講的機會 就認識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 就這樣 就因為那個人 好 那其實我是不小心發 因為我在測試一個軟體 上禮拜有給他們看 我在測試那個軟體 跟朋友打招呼 然後他是用亂術發的 然後我上禮拜就發了一句話說 台北再下雨陰天 你那邊那 就這樣 其實不是我發的 是機器人發的 然後 結果發到我那個朋友的 那個微信裡面去 然後那個朋友說 我這裡也陰天啊 好 然後我們就聊了兩句 聊兩句 聊兩句 聊兩句之後 我有一個萬人直播 你有沒有來講 我說好啊 就這樣 就 用的叫Deal D-E-A-L 就去講完 就聊出來 就這樣看 我是不小心的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機器人亂發 就是 他那個訊息 他是亂數據跳 他可以一天發了幾百封訊息 我幫你促進人進步動 因為我人在台灣 不可能跟大陸人一直保持聯繫 但是機器人可以幫你去打造我 那如果想跟你步動的人 就會跳回來說 我這出大太陽啊 乾素 乾素熱 沙太陽 長沙熱 怎樣 我就可以全中國大陸 沒那麼誇張 大概十幾個省份的天氣 我大概都知道 重點不是知道天氣 重點是跟他們互動 有互動 所以有交流 就有什麼 交信 有交信 就有什麼 交易 所以要從弱關係到中關係到強關係 所以才會有互動 產生效益 來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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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